嗨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跟直播线上的网友打招呼 TVBS文健的世界周报主持人陈文健 在9月3号晚间特别举行19周年直播节目 而且今年身体状况好转 可以坐着开讲分享心路历程 整个世界周报它所代表的最大的意义是 它的深入 它每个礼拜都像打一场战争一样 然后接着播完归零 19年前陈文健开启了台湾的国际新闻 让台湾人不只是有世界的观点 而是更宽广的世界的观点 我们去MIT 我们从2015年年年都去MIT 大概去了四趟 访问了所有各种不同的人 我那个访问太痛苦了 我每天到凌晨就起来 因为我明天要访问的人 可能是诺贝尔籍的得主 关注的议题多元且深入 现在乌尔战争超过两年 尽管台湾关注度疲乏 世界周报仍坚持报道 以哈战争之初更不偏袒任何一方 就是我19年来 没有为收视力 没有为讨好哪一个强权 没有为讨好哪一个执政者 而投降过 以哈战争的时候 我全部都报道 只是哈马斯的不对 我不会忽略以色列同时 无差别对平民的杀害 那刚开始我是很少数 不管是欧乌战争 尾巴冲突 或是将展开的美国总统大选 文倩的世界周报 继续成为台湾观众 了解国际最新政经局势的窗口 TV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